好 畫面上可以看到 民宿外道路的過彎處 一台載著菜的貨車 過彎是關不過去 直接就撞上了民宿的圍牆 瞬間揚起了大量的煙塵 事情就發生在南投仁愛鄉 大約是在7點多左右 有一台載著高麗菜的菜車 直接就衝撞了 親近的老英格蘭民宿的圍牆 並且是完全側翻在一旁 駕駛是受困在了變形的車體之內 警校後步道場出動了救護車跟器材 車廢了一番功夫才把駕駛給救出來 並且是馬上將駕駛緊急的送往醫院治療 那時候現場一片狼藉滿地的高麗菜 而圍牆也被撞破了一個大缺角 整個吐石也散落一地 至於這個事故的原因 根據了解駕駛工程 隱形式是煞車失靈 不過相關的案情 警方表示要再進一步釐清